我看到有新的同学进来了 对我们先准备一张白纸 然后画上一个圆形 你可以用盘子或者用盖子都可以 我们说到春天啊 春天来了 有一首歌呢 叫春天在哪里 不知道同学没有听过 是叫小燕子 Claire听过对不对 好 贝拉一起唱歌吧 贝瓦儿歌 小燕子 小燕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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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过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 好,这是一个眼睛,中间圆圈要保留哈,因为那个是你的eyeball 好,我们来把中间这个圆圈,你的eyeball 也把它画出来 所以春天出现在哪里了,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对不对 刚才我们那首歌唱的是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哇,好大的一只眼睛 感觉很酷啊,很酷很大的一只眼睛 对,这个地方稍微空一点点的,这个是你的眼皮哈 这个是我们的眼皮的地方 好,然后你可以怎么画呢 你还可以画上一些,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画上一些眼睫毛 好,我们先把眼睫毛的部分先给它空出来 那你的眼睫毛上面可以长什么呢,眼睫毛就像草一样的,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眼睫毛上方可以画上一些花朵啊 就感觉是春天来了,OK 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画眼睛里面看到的春天 眼睛里面看到的春天 首先呢,我们要来画小燕子 请大家先拿出铅笔 好,我们要学习一下 怎么是通过这个两种不同的线条呢 我们来把这个小燕子的一个基本的形态画出来 小燕子有一个特点啊,首先它是一只鸟对不对 当然它跟别的鸟不一样的一点呢 是它的尾巴像一个剪刀一样的 尾巴像剪刀一样的 它的尾巴是这样的 嗯哼,好 那我们先把它的头先画出来哈 先把头画出来 现在你自己决定啊,上面下面左边 你能画哪个位置都可以 我在比较偏上面的地方呢 先把小燕子的一个圆圆的头 先给它画出来 不要画太小也不要画太大啊 因为这幅作品里面大概画上两只燕子 好,画上了一个小燕子的头以后呢 好,你可以把它的这个身体的轮廓先大概画一下哈 但记住了 细细长长的,它的尾巴是什么 剪刀对不对 好,所以尾巴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把它画成一个剪刀的样子 有没有看到 好,我们把这个剪刀哈 它像一个剪刀 但不要把它画得很直哈 不要画得很直这样 就感觉不太自然 因为它的尾巴还是有一些羽毛在上面呢 感觉要柔软一些 好,然后呢 我们要从头的这个地方哈 把小燕子的肚子给它画出来 好,这边画上一个肚子 然后旁边呢 这里是它的翅膀 大概翅膀在这个位置 好,大概这样轮廓 然后呢 我根据这个线条哈 先用铅笔画啊 我们来把小燕子的这个整体的形态补充一下 首先从翅膀这边接过来 对不对 好,这个是它的头部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小燕子的翅膀 好,接下来呢 是我的这边的这个尾巴 然后 然后上方是另外一个翅膀 好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 翅膀跟尾巴中间这个肚子的地方哈 把它连起来 好,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条擦掉 就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小燕子 好,然后从这边呢 我们要画上一个翅膀下来 眼睛 好,其中一只燕子画好了 然后把多余的线条先擦掉 然后把多余的线条先擦掉 因为我们的这个线条的部分呢 它都会有一些遮挡关系 对不对 好,尾巴绑住了身体 翅膀绑住了手等等 所以呢,我们把分开来 好,这是其中一只小燕子 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再画一只小燕子 因为一只小燕子太孤独了 对不对 好,我在下面这个位子哈 下面这个位子 我这边还有位子 所以我在这边呢 再画一只小燕子 是往上面飞的 一样的 先用铅笔 画出一个圆圆的头 画出一个圆圆的头以后 从身体的部分 画出一个剪刀 还是剪刀哈 然后呢,它的这个翅膀 往这边过来 另外的一个翅膀 是这样下去 OK,好 一个大概的轮廓 我们先画出来 然后呢,我们猜在这个基础上去修饰它 好,因为小燕子有脖子嘛 鸟都是没有脖子的 对不对 它不像 人类或者是一些其他小动物 比如狗猫 它都会有一个 一点点的脖子 所以鸟的这个身体啊 跟它的脖子呢 是连在一起的 好,因此我们要把这边 给它画上个线条 这个它的身体连起来的 好 好 然后这边呢 我要把它的这个 翅膀给它画出来 另外一边的翅膀 另外一边的翅膀 这样的话比较有一个它的这个羽毛的一个线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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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的颜色比较简单啊 小燕子就是黑色对不对 好,两只小鸟画完了 好 接下来给它们涂上颜色 好,在画颜色之前呢 我会建议大家哈 在我们的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呢 给它用黑色勾线笔画出一个白边 那你往画颜色的时候呢 那你往画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翅膀啊 它就是有一个白边在这里 好,这边也是一样哈 你看,画一个这个白边在外面哈 画一点点 那一会我们涂上黑色 你把你的这个小燕子的颜色涂上以后呢 吓吓吓吓 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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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好然后我先把她的这个身体的颜色 先画一下 眼睛周围也是 给她留一个白边 要不然就太黑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小燕子本身就是 全身都是黑色的 那如果我们不给她留一点白色的线条 这感觉看起来就太黑了 就黑黑的一片 那么这样呢也在色彩上能够 突出一下她的这个线条 不会完全看不清楚她的轮廓了 好对你看刚才我们留下来白边 是不是感觉她的翅膀就会好看一点 就不是完全一片黑的 对不对 稍微给她留一点边线 好这边也是一样啊 注意了 眼睛周围 也留上一圈 今天的主题呢是小燕子 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很简单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画得比较复杂一些 主要是在颜色上面的一个补充 让你的这个小燕子看起来啊 不像是一个三岁小朋友的画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给它画上一个橘黄色的或者是浅黄色的都可以 浅一点它不是一个红嘴巴 它不是像鹦鹉一样的 是有红红的嘴巴 然后呢在它的这个肚子的下方 肚子的这个部分呢 它会有一片红色 这种浅浅的粉红色 所以我们要在它的头下方 就是连接着肚子的部分呢 我们要给它画上一点粉红色 你要画浅红色也可以 稍微画宽一点点 好 好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什么 春天呢还有一个标志是柳树 柳树 要让它有一种随风漂白的感觉 好 画上几条哈这个柳枝 一片一片一片的叶子 把它细致的画出来 这个部分会比较容易一些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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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然后呢我们的下面有点空 那你可以画上一些这种掉落下来的叶片 不要画太多 有一些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有装饰的效果 好小燕子眼睛里的部分就画完了 然后我们眼睛看到的小燕子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画的是眼睛 对不对 我们眼睛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睫毛先画出来 在上方 上方呢你要把眼睫毛先画出来 先来画眼睫毛 然后呢我们再来画它的这个花朵 我们下方的眼睫毛先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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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把眼睫毛画的稍微粗一点点了 所以呢我把它画成一个一个的小三角形 而不是一条一条的这个直线 这样我们的线条感觉更清晰一些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 好眼睫毛画完 然后呢下面啊下面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加粗一点点 你们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下眼睫毛 觉得眼睛的下面是也有下眼睫毛对不对 那可能有的同学下眼睫毛要长一点 有的同学可能会短一点啊 所以呢我们稍微的给它画一下 可以了 不用把它一根一根的再像上面一样这样画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的眼睫毛上面要长什么 眼睫毛上面呢要长满了 花朵 所以从眼睫毛的中间啊 我们要画上一些植物 往上往下这样长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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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可以选择自己画你喜欢的植物 怎么样子都可以 你可以画成植物 可以画成花朵 从你的眼睫毛中间长出去 上面已经没有位置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因此呢 我们只能从这边开始画 画的这个有点像一个lollipop一样 好 中间也是一样 中间给它画上一些植物 让它好看一点 那我剩下的位置呢 我没有太多位置了 我差不多只能够画 再画一朵花朵 我就没有位置了 好 还有哪里有位置 右边对不对 你选你自己空的地方 不是每一个同学的 你们的这个范围 还有你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会有一点点区别 因此呢 你们选择你们自己的 适合你自己的位置 好 好 我这边呢 准备画上一朵 太阳花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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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